请收看 维新世界 艺术大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鬼魏年7月9日 在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 仙佛寺天坛 经王禅老祖师尊 空界传心法 公路完成这部经典 天德经带领我们认识 南天世界的所在 南天门的殊胜 三十三天宫 及其守护天王的名号 天王所代表的精神 师父并开示 鬼谷仙师天德经 修持法药 当我们的生活面临考验 请打开修持法药 恭念四句记 这集是消灾化节的禅机 心法 我们特别邀请 热心奉献于书法艺术的 吴韵敬老师 陪伴我们走进经典 欣赏书法文字的流线 转折与趣味 一起来欢迎吴老师 大家好 我是吴云敬 老师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 第几天宫呢 二十一天宫 好 那其实时间很快 我们在每一个天宫里面 都有这些经典的精神内涵 然后老师也介绍我们一些 很多书法 在写字当中的一些美感 那今天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介绍给大家 然后我们就是匾额啦 就是用横的横披来写 横披来写 现在很活泼 这个纸张的颜色也都很有变化 对 这个 这个折法老师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 也有教我们 对 好 那这 横披 横放直写 横放直写 两边也都留了空间 对 对 最好旁边还要留编 因为表辈起来 你的作品 本身旁边还有一个空隙 较不会这样 拼拼 然后太挤了 太拥挤了 是 那我们就开始了 二一天宫 二一天宫天雷天 第二句是天王圣明 杏守王 接下来是天地正气 天地正气 灌阴阳 四十 护佑 世间人 一天宫天 一天宫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末款的款字比较大 我们就找了大很硬张 大一点的硬张 大一点的硬张 这个色泽真的也是 增添我们视觉上的一个感受 那个美感的感觉不同 色玄了 那坊间现在 色线的颜色也多样了 不像以前 但是色线有时候造成污染 做仙子的时候 刚开始还是做成白色 然后再去染色 所以确实对污染 比较辛苦一点 是是是是 我们很喜欢写色线 真的 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还是蛮新的 对啊 色线还是 因为讨喜 再加上现在的房子 它本身物景各方面都有颜色 所以你应该去选择空间来跟它搭配 所以有时候写一幅作品 并不是说我拿来就要写成怎样 有时候你如果正里面要送给人家 有时候你如果去过他家 知道可能摆哪里比较适合 那你要选择格式上面的不一样 然后再去送作品 或者有时候送去人家 也不会帮你表 可能就石沉大海 等于你写一个垃圾给人家 还有当然写作品的时候 我的朋友常常跟我这样讲 创造好作品当然很好 可是你如果创造不是很好的作品 你送给人家 你的证据就到人家家里了 那就更糟糕了 所以有时候年轻的时候 送人家书去他家看 哎呀那时候怎么脸皮那么厚 敢送他那个字好丑 真想写一无换回来 有时候确实会这样 但是这也到处我们有在成长 也没关系 心意心意最重要 对 那在这个二十一天宫的这个记文里面 师父混缘成师他是开示 就是当我们也许就是 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考验 肢体上面有不变 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觉得哪里实在是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阻碍 跟困难 或者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也许我们有任何的这一些 跟土地有关系 不管是种种的这些作物的种植 也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可以念这个二十一天宫的记文 希望我们可以仰仗王禅老祖师尊的加持 一切都能够排除万难 一切顺利这样 请大家打开修持法药 供念四句记 这集是消灾化节的禅机心法 有残疾或是种植不顺就供念 二一天宫天雷天 天王圣明信守王 天地正气灌阴阳 四时护佑世间人 好 OK 在今天我们一样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吴老师他个人在文房四宝 今天是哪一个主题 您的这个很丰富的收藏 要跟大家分享 好 这个是墨池 墨池当初有了以后 那有了以后 可能把这个磨磨的问题给解决 是 因为以前都要藉由书童去磨磨 或者是自己磨 但是磨磨还是很浪费时间 因为磨磨本身有没有 并不是你水一放 马上就变黑色 那现在差不多有磨磨肌 也有磨磨肌 有一个磨 日本的 韩国的还有台湾 都有制造磨磨磨肌 那磨磨肌本身磨也不错 但是有一个小缺点 因为它力量固定下去 有时候焰台很容易就变薄了 因为磨磨的力量很大 那往往很多人都用墨池 那墨池其实还蛮实用的 可是墨池呢 因为你这一支没写完的时候 下一次要用的时候 那些墨池有可能就是干了 一定会 因为渣有没有 墨池 墨本身 它水会先蒸花 可是流下来的就是变渣干掉 那干掉有时候 往往在那里面有没有 你毛笔再去沾 会破坏毛笔 你在刮的时候有没有 就会把毛笔损害 所以往往这个也很头痛 可是很多人往往写的时候 都准备一个墨池 就是换墨池的 那可是常常都是外面砸 那早期有一些老前辈 他们就是底下换棉絮 像这种 他底下换棉絮 棉絮 他就是希望不要那么早干掉 那这种早期 底下掀开的时候 这里面是一块瓷器 也可以拿来抹 就像瓷燕 瓷器的燕打 对 那这个有时候有两层三层 不一定 那这个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很通行 当初就有墨池 墨池出来的时候 那很多种格式 那有一些朋友都有收藏 那是同座的 当初有 比如说像这个 是两层 对 蓝亭絮 蓝亭絮 这个 那这个是被我拿起来洗过 本来是脏得要命 那这个也是一个瓷器 可以抹 可以抹 这早期的 很精致 它这个既然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面上面 它可以有这么小的这个颗子 然后是蓝亭絮 这个内部 那还有这个 这个 那这个是比较早期 比较华丽 那打开以后 墨池 墨就放在这里面 那还可以 这个就好比我们七美 有一个双心食物一样 这样子 我还蛮喜欢的 很可爱 很喜欢 这大概多久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可以打开 我当初买的时候就好高兴 是 怎么会磕得那么好看 那还有这种 有盖子 还可以锁紧的 可是这个有时候 有扎了以后 卡在那里 不好保 有时候实用性 所以有时候 毕竟还是要清理 你如果没有清理的话 这个往往扎一多 其实不好用 有时候弄得满手都是 是 那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那这个填笔的地方 因为它做的时候 填笔的地方在这里 就没有在这边 那填笔往往填在这旁边 墨池就垂下来 垂下来有时候 桌面就会弄斩 那这个做得更好 那底下还有调色盘 比如说画画的朋友 有没有 也可以调色 那也可以填笔 也可以填笔 在这个部位 对在这个部位 这个 好 越来越实用 可是 因为塑胶可以大量制作 对准 对准 好 那这个是我 委托一个陶宜家做的 陶宜家做的 那这个有做盖子 那这边往往分成墨汁 这边放干净的水 那这个也可以填笔 那旁边又可以当笔山的功能 那就是怕它干掉 所以水它会先蒸花 抑制墨汁来蒸花 然后你用完的时候把它盖起来 那往往你下一次要用的时候打开 几乎墨汁不会干 是水会先蒸化 但是你随时要补充水 水给它弄很多 那这样盖起来 往往你下一次用的时候还是一样 很湿润 所以比较不会去影响毛笔 那我也很喜欢这样用 这个教室里面几乎都用这个 就用这个 那实用性也比较高 确实没有的话 往往也比较省墨汁 然后墨汁都嘛 几乎都弄到八份满很多 那每一次写毛笔的时候 毛笔整个下去泡没关系 那泡完了以后 让墨汁有没有寒暢淋漓 寒暢淋漓 是 对对对 那有时候 学员来学书房的时候 那他沾了以后 沾很多 就随便刮一下 写的时候整个都硬开了 所以有时候我都还跟他们讲 你刮的时候从这边刮过来 再从这边刮回来 对不对 然后刮个十五次 那个墨汁大概就比较调和一下 那便书写啦 确实也很方便 其实数学老师就是以这个很清楚的数据 当然还有方向 帮大家归纳出方法 真的蛮好的 蛮好玩的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示范一些字 对 今天是在这个二十一天宫的部分 二十一天宫里面的四句记文 有哪一些关键字 他怎么样写可以更美 老师就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先写雷 雷就跟宝盖头的一模一样 雷 倒三角形 对 倒三角 好 那右眼要一直往右延伸 好 那 重心呢 并不是在正中间 而是偏左边一点点 然后铁雷就微微的往右靠 那也是倒三角形的字 雷 好 那原本在这里 后来呢 稍微偏移一下 那这个雷就可以写出 对 大家看一下 他并不是在一直线上 微微的往右 好 雷 那这种字几乎都是倒三角形的字 雷 接下来是 接下来 气 气就不好写 重气的气 对 气 一样喔 这边八分门要留好空间 那因为他这个造型喔 也是一样是 正三角 正三角 所以你在写米的时候 往往要出去一点 不要写在这里面 而是要出去一点 好 好 足够平衡就是 对 对 那两点的时候 有没有 左边的空间呢 稍微小一点 右手边比较大 嗯 所以原则上 右手边 我们就写在 中线上 重心上 好 那这一个呢 写比较细 比较直 这个写比较斜 对 比较粗 嗯 好 那就这样 好 然后就写在正中间 两个都会互相符音 好 所以就可以了 好 好 就这样 好 气 那就 它本质上是一个 正三角形下去 嗯 这个是倒三角 是 两个刚好符音 然后这个米喔 摆的位置 稍微要看一下 两边符音 这样就可以写很漂亮的 好 那这个勾 右勾也是一样喔 不是那么好写 对 逗多练习 逗多练习啊 逗多练习啊 逗多练习 下来的时候 加粗的时候 慢慢上去的时候 可能要稍一点 花点心喔 那因为这个也是 算是属于不好写的字 那这种字 除了气以外 所有气体的几乎都有 真的要下点 化学表那里面那个 对 对 佛若 佛 那个叫佛气啊 力啊 佛力秀典的 那些 那些 元素符号有气的都是喔 对 不好写喔 好 好 接下来灌喔 那灌是 上面是物 压下来 就横跨过去 那这个贝勒 微微的往右靠 往右靠 并没有在很直线上 没有在很直线上 没有在很直线上 一以贯之 那有时候欧底 它这个 没有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是 往往就 直接就收笔了 细节不同的地方 对 对 做这样的变化 算简单 然后那个勾就没有了 省裂掉了 灌 OK 好 好 那重心 如果有上下两个堆叠 几乎 上面那一个比较偏 左边 底下那一个比较偏右边 有点重心偏移 都会做这个处理 好 OK 然后再来呢 我们写音天的音喔 那音天的音喔 有右手边跟左手边 左手边是耳朵的耳 那耳朵的耳颜层上 上面的比较大 下面的一点点 来带过去一下 是 它并没有写很大 嗯 然后再写直滑 那右手边这个 好好规划 那一样喔 重心是在前面的三分之一 在这里 那有撇跟那 撇呢 原则上犀身 细细小小的 那呢 是矮矮胖胖的 是 嗯 那空间呢 这个是长方形 这个也是长方形 这个是 直的长方形 这个是横的长方形 嗯 细细的 它就这样沿着这个出去 喔 差别很大 对 差别很大 然后接下来就稍微往右偏过去 古人写音是这样写 哦 那这边一定要夹出 是 那的线条 一定要夹出 嗯 一定要夹出 可以吗 对 哦 云 老师示范的每一笔画喔 其实都非常的清楚 嗯 那 这一个 很细 而且不要太长 不要去撞到耳朵那一个 嗯 嗯 嗯 那 要记清楚喔 右手边的耳朵 下面这个很含虚 小小的就好 对 不要写太大 好 不要写太大 好 ok 好 接下来我们再写 复喔 保复的复 四十户右 对 复喔 笔画也是不少 笔画不少 但是左边这边是盐 盐喔 应该要怎么处理 那欧体喔 很多都把这一画写很长 嗯 写很长 嗯 然后再写这个 那细细的 把右手边 集出出去 好 那有的没有喔 那 因为 我看到的喔 像颜真经的 反而很短 而且把这个右 写得很磅礴 那甚至于有的会 类似写行书一样喔 嗯 嗯 这个是掩体字喔 掩体字 写得很磅礴 很磅礴出去 是 那行书喔 嗯 他就从这里上来 一笔画 嗯 嗯 那就这样出去了 就省略了 是 省略了 那有几种不一样的写法 喔 几种就不 都是父 都是父 是 啊我很喜欢写这个的行书喔 嗯 很漂亮很漂亮很優雅 那尤其这个从上面喔 拉下来 他是做点的 点下去喔 行书是点下去 是 都很优雅 都有都有 是 《鬼谷仙师天德经》当中提到 若我们能够经常读它 供养它 并将其精神 力行在生活里 即是身在南天世界 三十三天宫之中 与玉皇大帝 诸天天王同在 也希望仰仗佛力 文字美感的流泻 以及恭送经典的音声 传递到远方 让我们一同祈祷 世界和谐平安 好 其实真的中国文字呢 除了这个繁体字 它就是传承着我们整个 中华文化这个文字的 这些种种的厌变 那有的时候呢 一个字里面 其实经由古人这样子造字 然后年代这样子的流变之后 它就是带有很多的故事 在那里面 那借由这个 我们在练识的当中呢 我们事实上能够让我们内心 丰富更多的这些精神的粮食 也可以让我们重新体会 追根素人一下 当时我们的古人 他们在想什么 然后他们的这些思想的 这些广以及身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 那在老师的示范里面 刻意地把这一笔一画 都示范得相当的清楚 每一步都走的 就是跟前一步跟后一步 也都帮大家用了一个 几乎百分之百 非常完美的一个示范 也希望大家在节目里面呢 可以借用你自己的笔记 获得很多很多 在这个书法方面的一些智慧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鬼谷仙师天德经》 本身富含的这些 消灾化解的这些意义呢 是无远伏戒的 而且非常没有边际 也希望大家透过每一次的 恭送经文的这个过程 可以让您更加的提神 那同时呢 开启我们自己的智慧 也希望今天的书法文字的分享 带给您更多更多充实 美感的这个感受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健康 艺术大道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